去年8月份就是我来这个 就是从闲街道这边 然后家园快乐 然后来这边售楼布 然后买了一套那个公寓 房子全部都造好了 然后他们在装修嘛 对 一次性付款 家园快乐在杭州临平区贵丰路上 小少买的公寓43平方 房款46万3 卖方是杭州合园置业 合同约定双方同意 在2022年12月30号前 申请办理房屋全署转移 登记手续 2023年2月28号交付 怎么是先过户再交付呢 我也不太清楚 就是那个去年11月份来这边 来这个就是售楼部的时候 跟我说要我等他们在排队 到时候等通知 一直到现在的话 就是那个开发商告诉我 就是说这个过户过不了的原因 是他们把房子抵押了 公寓的单元楼入口处上了锁 从外地面看 部分墙皮脱落 看着有些老旧 按照合同 如果因为对方原因 小绍未能取得房屋全署证书 他有权退房 小绍带记者找到之前对接的负责人 对方姓金 经理的金 说是不方便面对镜头 但可以介绍一下情况 杭州合园置业 是浙江家园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项目公司 他在附近负责集团公司下面的另一个养老项目 我们总经理在嘉心 这房子你们看到都在的 就是它是要精装交付 去年的时候我们因为整体大环境也不好 那家园也去年也爆雷爆掉了 然后来那个装修这块就停下来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到底 半产证是因为要解压解掉才能去半产证的吗 金经理表示 家园房地产集团在2018年通过拍卖 接手过来几栋烂尾楼 改造成家园快乐公寓进行出售 现在因为存在抵押 暂时无法给小少半征 一有钱去解压的时候 我就先给他拍第一套 我给自己当时也留了个余地 我说三四月份三四月份 因为钱在别人口袋都算不准 房子退可以 一个他有没有达到这个合同上面 有没有达到退房的时间节点 然后如果是到了 那我觉得他要退也可以 那么退就要商量退钱的这个节点 接到说了下个礼拜一 去到他们那个司法办去调解一下 经经理留下了记者的联系方式 说会反映给集团公司领导 小少打算先去街道调解看看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